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第一上线 新年快乐 Chef Eric 大家好 早上好 这个是我们新年的第一场 对 对 接下来到过年 我们都会做一点 比较类似像过年菜 一些小点心 一些面食 还有些煮菜 今天早上 我们做了 Poached Chicken 有点像芽菜鸡 芽菜鸡 对 芽菜鸡 其实有不同的做法 大致上 我们是要煮我们的鸡鸡 这个Poached Chicken 你可以用它冷 或是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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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但是 我们现在知道 家庭们很小 所以 你可能不想用 Hole Chicken 因为他们通常用的鸡 是蛮大 或者是冷 很冷 而且有些人 有跟我讲过 虽然我们在家里 要砍着这个鸡 不是很容易 对 抢他在那里 鸡头 对 所以我们可以做 是可以用 Hole Chicken 鸡 因为很多人 每次他们砍着鸡 每个人都是抢鸡腿肉 吃了鸡腿肉 然后鸡腿肉 然后鸡腿肉 其实鸡腿肉是最健康的 对 所以 它可以做 Hole Chicken 或是可以做 用鸡腿肉 所以今天我们只用鸡腿肉 去煮鸡肉 煮的时间 煮的时间是25分钟 鸡腿肉 可以把鸡腿肉捆成 鸡肉 可以放入 水 鸡肉 所以 鸡肉 我们有水 水 水 这是水 鸡肉 我们需要 加入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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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煮好 你直接炀 都可以 你们可是 断 ою 如果是吃冷 就会变得厚水鸡 对 有点像厚水鸡 如果烧的话,如果你们想要吃冷的话, 可以以外不会冷,尤其是可以煮一天一天, 这也会给你更多时间, 更多时间,去处理食物, 处理食物。 所以,水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把鸡肉放进去, 当你把鸡肉放进去, 我们会用轻轻滑滑, 用洗的吗? 用,这个已经洗好了,处理好了。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钥匙。 所以,相机能处理一下。 所以,我只是想要展示, 这部分的水,我们已经有鸡肉和鸡肉, 鸡肉和鸡肉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把鸡肉放进去, 慢慢的准备。 所以,这个水质在西门,就是有泡泡水了吗? 对,需要小滚。 小滚, 所以,水的水, 必须要沸沸沸, 不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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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 所以,我们要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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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它的水完全是在小小泡泡的 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水 when it gentle simmer means the water is 小水泡 It's only small little bubbling not boiling water 不是在那边大滚 大滚 so it's gentle simmering OK so 鸡在煮的时候 再点准看多一次 鸡是现在慢慢在煮 bubble是真的是有什么 它没有bubble 等一下就会滚上来 OK 滚上来我们就火关小 大概差不多25分钟这样 对 如果整支鸡下去煮也是差不多25分钟 对 整支鸡我们大概拿到1.6到1.8的尺寸 4.8的尺寸 我们能够把你的bubble 要够的 嗯 所以整支鸡 1.6-1.8-2.3 kg 你也需要25分钟 到煮味 所以整支鸡鸡 你算是挺重的 这个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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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鸡鸡鸡 所以整支鸡鸡 现在的鸡鸡鸡 是1.8 kg 如果我煮了一只鸡鸡鸡 那会是25分钟 因为它是 重量的鸡鸡鸡鸡 所以 所以 一只鸡鸡 一个大鸡鸡 两个大鸡鸡鸡 都是一样的时间 不过 如果你鸡鸡鸡多的话 你就是 锅要稍微比较大一点 接下来 我们在等鸡鸡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那么 这个 把鸡鸡 然后我们就会 配着这个 芽菜一起走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 葱油上来 葱油很好用的 等一下 葱油 葱油 我们会 拌在鸡鸡 在鸡肉上面 我们也是会 用在芽菜那边 现在我们在煮了 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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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洗一下 冲洗一下 两块弄干 它不会影响那个 salad 的气味感 不会 那不用慢火煮的 我们现在没看 这个是丝的 我吃过的 所以我们就看 Chef 出来后 它是脆脆的 那么我们的葱油我们的用慢火 reports h fault is fresh chicken you can use fresh or frozen chicken does not matter if you can't join you are going to buy the fresh chicken and put it in the freezer cook one week later it is still possible frozen chicken if you talk about fresh chicken means you buy 只要你猜猜猜猜在一起 也要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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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把它کough 或1月 比较煮 并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那么 鸡腹输 Canadian 如果我们买看 毕不不不 它们得煮 真的得煮 有些问题吗 很慢 太慢 太不软了 我已经不过 我现在要是 你不过 稍微的污温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自己包的 这个是我自己包的 因为我在其他的工程方面 我是看整项的 那么这个在我自己的厨房 继续包的 OK So Chef Somebody ask in the audience 问 whether where can we buy the chicken 啊 其实这种鸡蛋腿 继续包的话 你可以去那种 boucher他们才有的 proper butcher shop 才有 but then you buy from supermarket 就是说 进到MGC 没有啊 你买fresh 他可以选人的UGC 对 他没有办法帮你真空 没有真空 没有真空 对 对 So yeah question 25分钟 也是一样的时间 差不多一样的时间 水就比较多 啊水多一点 水滚的时候 才积才下 对 所以时间都是25分钟 只是说水多 然后就OK 水多少 水二十多 水三十分 一 방법 可以保持住肥肉的冷水 在冷水中的冷水中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到一半 至少有兩次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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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它會保持 保持 第二 如果 你的肥肉 是 破裂 你忘記 脫掉 你會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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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時 你會脫掉 你會脫掉 脫掉 如果 你脫掉 全肥肉 是 脫掉 你會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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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掉 但 脫掉 你會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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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更加 脫掉 更加 可惜 如果 搖掉 你會脫掉 你議獄 雞 這個 這個 老平 更是烘烟一位置于溶水 把煮汤叮一下 其实我以前做的 我有炆在煮汤 那我炆在煮汤 我会放一屎煮泡 再 Tonga 再次关上 在可汤上 就可以 你家里面 有些肯定 有一些 在 YouTube 然后你把煮汤 放中一层煮泡 然后再加上 然后再次关上 现在就应该 整个观看 那些观看 好像在这些 这里是我们的 小诊 在他拿 就拿好 我们刚刚 把小葱仔泡在油里面 给它慢慢的煮一下 煮到它进完色为止 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 在等葱油渣做上来的时候 我们先可以做一个辣椒酱 辣椒酱是我们要点鸡的 这个跟我们的海南地方辣椒酱差不多相似 我们有鸡苍 분� 鸡苍之鸡就是因为鸡苍蒜 和鸡苍蒸 鸡苍蒜 然后鸡苍蒜 只要切鸡苍蒜 我们要把鸡苍蒜 加这是鸡苍蒜和鸡梅 进入搅拔 切剪开一切 没有,不过 helper 我们只剪成纸巾 哇 太多了 所以其实大小的切尾是给颜色的 味道 味道 每个切尾巴尼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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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但你也可以 因为很辣 超级辣 辣到不得了 所以脚辣椒是陪伴 最大是80%大小的切尾巴尼 20%小的切尾巴尼 有些人就觉得大辣椒不够辣 所以他们就是加小辣椒下去 要拼音更多 没问题 我们拿过来 在这边 切尾巴尼切一下 切尾巴尼切尾巴尼 这边就是 辣椒我们把它全部给搅上来 我们的蒜头小辣椒大辣椒 全部过一次过全部搅 一粒吗 三粒 来 好 我又给倒切了 三粒多吗 还要 还要 这个肯定是切尾巴尼切尾巴尼 这个超薄 五粒多吗 还要再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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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粒 五粒多了 够了 好 OK 融出来 要回去吗 不要 不要 要开盖 白鬘 为什么现在要开盖 刚才可以了给它滚上来一边 如果搅拌器就不动的话,加一点水下去 这个不用管它,这个沙热,你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 泡水 泡水 放什么水都可以 什么水都可以 什么水都可以 你要加鸡汤都可以 加鸡汤啊 会好吃吗 会 会 鸡汤 辣椒 加个杯方鸡汤 Clean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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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把它加进去 没有没有 辣椒 蒜头和辣椒 对对 对哦 加蒜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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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要做我们的调味一下 因为这个辣椒里没有调味的话 还是没有味道的 大致上我们需要一点盐 下来就是糖 盐和糖一定要 差不多了 这个辣椒我们刚加了盐 下来少许的糖 糖和盐就是来做它的基本调味 因为我们已经是习惯煮给大分量吃了 所以我们的调味的能力就是不一样 我们就慢慢调 放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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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会很甜吗 不会 不会 酸 酸 我们放一边 酸 放糖 酸 酸 酸 上来之后 我们就要做一个调味酱 这个调味酱 就是我们的 也要淋在那个鸡跟那个豆芽上面 师傅我问你问题 你的鸡盖现在是开盖了 所以我们要开盖还是关盖 没有关系 开着开着 要开了吗现在 温温的满水这样给它煮一下 对盖子要开了 但是关注的吗 对对 那你关注是因为给它滚是吗 对 OK 所以煮的时候要 加重它的压力它会比较快滚 所以滚了后它就会变得开盖 可以 所以加重鸡盖就不容易了 OK 从这边做起来 我们就用回这个锅 倒一点这个姜清 一点姜清 我看到你说师傅要写 要用马来西亚姜清 对 用马来西亚姜清 对 用马来西亚姜清 糖 这是糖 酱清 丰克酱清 给这个 这个酱清你本地买得到的 不用开心 给少许的盐 鸡精粉 大黄不是西加坡 不是马来西亚 不是西加坡 因为大黄 其实你家里用什么 你用什么都可以 其实不要为了这个师傅去改变 等到你用完之后 你要改你才改 不然你一直这样买 洗锅了 才能做东西了 不是西加坡 我是觉得说 我们在家里做的份量 我们自己适应 慢慢调整一下 如果你整天跟着老师一讲 要买这个买那个 你的家就变成炒火店了 对 这样子还要放 那个 鸡精粉 这边呢 我们可以加一点鸡汤 刚才你们已经滚了 差不多一点 不是我们叫了那个 鸡汤还加鸡汤 因为那个是做调味的 好 Question 两个鸡 鸡 和鸭 鸡 要放在那里 对 鸡汤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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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加一些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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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 鸡鸡 我们做的油 我们也会用它 好的吗 这个是香油来的 很香 所以我们会淋在鸡肉 跟那个 豆芽上面 这个酱汁呢 你可以 做多一点 收到 雪柜里面 可以保存在 煮中 为什么 你可以做这个 因为这个鸡鸡 非常好 你们蒸鱼 蒸豆腐都可以用在上面 做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都没有问题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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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个礼拜 没问题 对 对 表地 离安全 不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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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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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筋,糖,鸡筋,麻油,香油,盐,加点水 可以用鸡汤代替,这边的鸡汤 你喜欢吗? 马来西亚,我们不可以用酒,不可以用猪肉 这个鸡汤代替是哈拉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用猪肉 酱筋酒,酱筋酒可以加,我可以写给你们 可是这边我们不可以用,因为这个鸡汤代替是哈拉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花雕酒,酱筋就是花雕 这样咯,就要咯 一样的啦 有吗?那你怎么? 夹着鸡汤,夹着鸡汤 夹着鸡汤,夹着鸡汤,夹着鸡汤 对,OK,我们的酱汤,煮上来之后 试一下味道,拌咸甜 这个味道啊 要稍微的口味啊 要稍微比较超咸 你懂为什么吗 你的白斩鸡是没有味道的 你淋上去就刚刚好 跟豆芽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加盐 因为有的酱青啊 它的盐分不是很高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酱青 所以它不够咸的话 你淋在鸡上 你淋在那个豆芽上面啊 没有味道了 其实马来西亚酱青 我觉得会有偏甜的味道 会比较偏甜的味道 会比较偏甜的味道 会比较偏偏甜的味道 因为我有马来西亚的 所以我用那个 Occid的 我觉得是偏甜的味道 我觉得是偏甜的味道 我们先把我们的水烫那个豆芽 还有一个东西要做 就是我们的葱姜末 这个就是我们的切好的青葱 这是春葱 薑末 就是要磨啦 不可以这样磨 磨比较好 姜丁也刺起来粗粗的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香油 我们可以把它热上来 等一下我们把它倒在这个末里面 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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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在盐 鱼筋 所以我们才能够当et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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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酸 很多鱼 80%鱼 是 煎蛋 所以我们不需要多用 现在我们做的是,我们可以混合先 之后,当酒肯定温热 究竟会是,当我们看见 这些烤烤 就是那个油开始有点冒烟的时候 就是够烧了 如果不够烧就不会带出那个味道 对对 如果我喜欢吃姜多也可以加多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 姜跟葱的比例 你们可以自己调整的 Yeah you get the ratio of the spring onion to the ginger right how much ginger you want how much spring onion together you can adjust according to your preference so you want to see more green or you want to see more yellow you want to see more yellow you see that this one is a lot of yellow so our chicken almost there about two more minutes so we got to stand by some cold water to get it done okay 现在它的油开始要烧的时候 我们就去处理一下 还没有 还没有啊 现在你觉得你有那种新年的气氛哦 五百斩鸡 现在你要更 就是这个 你会不断的 那就是这个 你会在飞酒啦 yeah 扣水了 扣水了 脑脑了 你不能吃吗 皮肚子还没有开 现在还准备冰块 什么冰块 没有开 没有开 可以详细吗 有没有问题 整个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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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腾 沸腾 这种效果 沸腾 因为你没有沸腾 你没有办法 把它的姜跟葱的味道 所以你需要 高温温热 为 把姜跟葱 因为你没有再煮了 直接淋在鸡肉上面 对 就是这样 放在那边保温 暂时保留着 鸡肉应该是好了 鸡肉可以撒 OK 太容易了 因为你们做了鸡腿上来之后 汤你们可以留着 做你们的鸡饭或者是围炉 现在用的水是 不是水 不是水 不是自然水 你先锅一下自然水 后面才加冰 因为你现在加冰的话没有用的 你一加冰的话 冰浓到完了 家里的冰也是不够的 正那个鸡 正那个鸡 不是那个鸡 现在我们剩下两个东西要做 就是先把我们的咸鱼给弄上来 嗯 我们这边有切片的咸鱼 就是要放在豆芽上面的 看一下我们的咸鱼 咸鱼是什么咸鱼 这是什么咸鱼 这是干的咸鱼 干的是吗 对 如果我用那种 梅花的 就是罐子里面的 油油的 就不够了 不要用那个 哦 因为那个是你做 沙包饭用的那种 炒菜用的可以 这个干的是比较 要把它炸到脆脆的那种 哦 这个就是你的咸鱼炒饭 你可以用的 哦 OK 咸鱼炒饭是用干的 嗯 那个湿的只可以来用 炒菜 对 它的东西也是湿的 所以是可以的 嗯 嗯 就是看一个咸鱼 它很激热 啊 所以我们就泡一下 我们的咸鱼炒 嗯 帮我看一下 可以 找一个 所以我们就泡一下 这个咸鱼炒 嗯 帮我看一下 这比较大型 Wil willkommen 看一看 看住咸鱼 你这里面对 你Ooh 有吃过伊饭的豆芽嗎 青哈勃买不到的 对 percent 你chodzi 不出外,不export的啦 因为很难出 到了新加坡,它已经变成烂牙了 就已经新鲜了 而且他们那边,为什么它的豆芽这样好? 就是水质的问题 真的很脆 其实我刚刚去吗?去年了 他们的水跟我们的水不一样 他们的水是比较减一点 除了那个豆芽好吃 我觉得新加坡的鸡比较好吃 那边是Kanbong鸡 所以我们觉得是比较硬 比较容易咬得比较 新加坡的鸡饭比较好吃 那边的豆芽是不一样的 它的很肥很脆 很好吃的鸭 就有一个豆芽 豆芽我们随便 就是巴桑买的吧? 对,巴桑买的就可以 新加坡,我们 local big star is skinny and tall long and skinny before one is fat and soft 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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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用油的味道 但我们不想再加油 因为油有点香味 所以我们切成油 水已经准备了 我们准备了 我们去看看鸡肉 所以当有温度的时候 把它倒掉 再换新的 我们请大家来 我们来到屋里的观众 来到屋里 可以尴尬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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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鸡肉 鸡肉 所有东西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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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放在里面 都好了 豆芽 水 好了 给水烧开 豆芽先泡 一下 水不用加任何调味 不用不用 不是这样 因为等一下我们把这个 酱油淋上去就可以了 泡一下去掉它的那个腥味 差不多了 我们要准备生菜 生菜 生菜 泡多久啊 豆芽 两三分钟就好 三分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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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您在煮鸡肉 对不起 您在煮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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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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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煮鸡肉 您在煮鸡肉 好 您如何煮鸡肉 您可以询 您可以询 如果您不太胜 您可以询 您可以询 在煮鸡肉 进入鸡肉 最深的部分 肉 汁的汁 清淡 您的鸡肉 我会和您分享一件事 25分钟 我们就是所谓的煮鸡肉 熟 骨头还没有完全熟 跟您外面吃海南鸡饭 看得 砍下去的时候 骨头还是有点红红的 因为我们 我们就是要把鸡肉 嫩 我们要保持鸡肉 如果您煮鸡肉 如果您煮鸡肉 已经煮鸡肉 鸡肉会变化 哦 所以 这意味道 骨头是红红的 并不认为鸡肉 没有 我会停止 是白斩鸡的 为什么骨头是红色的 是不是因为 骨头是冷冻的 不是 这个是 好 我的观众 我整个观众 问 如何知道骨头是煮鸡肉 我认为骨头是煮鸡肉 我认为骨头是煮鸡肉 如何知道骨头是煮鸡肉 骨头是煮鸡肉 如果骨头是煮鸡肉 是煮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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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骨头是煮鸡肉 所以当您切成细 您会看到骨头是煮鸡肉 不因为骨头是煮鸡肉 因为骨头是煮鸡肉 但是骨头是煮鸡肉 所以您可以保持骨头 骨头是煮鸡肉 好 我们来点一下骨头 好 先切骨头 可以切骨头 让骨头 好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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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已經有魚 蝦餅 很容易 可以 這一個 那裡 是 可以 是 是 很 现在你的鲜鱼掉进去那个油了 放我拿下 我帮你拿上来啦 放在那个 我放在那个酱里面 可以吗 你放在上面 不要紧 等一下我们要在这边拿出来 因为你的鲜鱼要拿出来 好 来 我现在在鲜鱼 你们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拿下来 我可以拿下来 有什么问题 对 你用带水 就是说你插进去的时候 它的水流出来是红的 不熟 还要煮 对吗 煮多五六分钟 五六分钟看一下 你按出来一定要是白色 Clear liquid出来 不可以有红红的 骨头红是ok的 不是那个 这个鱼是红的 这是我们的咸鱼 所以我们先分在豆芽那边 在豆芽那边 然后 开始加别的材料 这是酱料 我们放这边 红辣椒 好 白糖 这是职业病 这是什么 这是红西亚 没有 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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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放这个葱油炸之前 我们先淋一点这个酱下去 这是我们刚才煮的那个 我们的酱料 酱料 芹菜 和芹菜 不一样 芹菜是Chinese celery 哦 对 芹菜 你们懂吗 我有点乱 这就是我们的豆芽 鸡肉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我们就要 为什么你们一直看上面 你现在真的不看 我一直看电视 我看不到 我看上面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真的真的不看 我们真的看上面 知道我们很突然 我做什么 哦 好 好 你们看演唱会 对不对 你们就看啊 你们不看人的 我们就在看电视 有什么后面这样 现场的气氛不一样 熟悉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砍那个鸡 好 砍鸡 砍鸡呢 我们就先把 没有 就是直接这样 你是要去骨 去骨 对 去骨呢 我们就是先把 后面的这个 鸡腿 在这边 砍掉先 那么这边开 这边开 这边开 你可以切成一半 这是我们所谓的 熟的 只是骨头 还是有点粉红色 这个是粤菜的 的料理道理 你如果煮到 骨头很熟的话 你的肌肉就是很 不嫩了 很硬的 这个肌肉还得稍微 一点烧 其实给我选的话 我比较喜欢 冷的切法 嗯 因为冷的时候啊 它的 肉会比较 结实一点 因为比较容易切 骨头比较低调 可以熬汤 可以熬汤 嗯 因为它还没有完全的 变熟 所以它是有味道 很好看哦 切哦 我们这个 在家里切得到这样吗 应该是切不到 算了啦 整只拿来咬算了 我们来小吃一点哦 整只拿来咬 有整只咬的乐趣 对啊 还要切得更麻烦 因为有些人好 他们就是喜欢整只拿来咬 对 哇 你这是披的肌肉 大鸡头 对 这个是大鸡的 大鸡头 大鸡头 可以 不要浪费 它的皮 如果你们不吃 可以来煮汤 骨头煮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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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要煮鸡饭 是这样的汤 先拿来煮鸡饭吗 对 就是炒到香里的那些香料 用那个 用点鸡油来炒那个香料 然后 加你的米饭 鸡汤 调味一下 对 你们有没有听到 它可以Extra S&P 想煮鸡饭 其实我已经听了点 它说 用这个的鸡汤 那个米饭要炒对吗 你要炒到那个鸡油里面 炒在哪里 鸡油里面 鸡油 鸡油里面 用鸡油里面 用鸡皮脆鸡汤出来 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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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鸡汤 你要简单的话 你不要去煮饭 给你一个更简单的提示 如果你觉得煮鸡肉肉 太难了 把鸡汤 加一些涂酱 让它变成根 剩下鸡肉肉 買鸡汤或鸡汤 煮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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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鸡汤或鸡汤 鸡汤 鸡汤 可以 煮鸡汤 可以 煮鸡汤 可以 不错 不错 但仍然可以 还是脆的 可以 先把鸡汤 煮鸡汤 煮鸡 很简单 不需要煮鸡汤 你的饭还要调味 没有调味的话 没有味道 有啦 有点稀的味道 好过白饭 最后我就是叫上 我们的一些葱花 袁茶 这个是葱的 葱 没有人问 他讲过抽细细的 旧约的 有什么潮? 用鸡汤 鸡汤和鸡汤圈 喂 等下 wondering 你先卖 哇 很漂亮 那个盐碎也很漂亮 那个葱也很漂亮 这个才是 这个就叫盐碎 这个就是盐碎 ok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两道 ok 所以在家里可以很简单的坐上来 很简单的坐上来 很简单的坐上来啊 还要筹备一下就可以了 是啊 你做很简单 所以如果我是准备这道菜 on this dish if I'm going to do for a reunion dinner I will serve the chicken cold 所以在一天前 I cook the chicken first then after that keep it in the fridge cut it up on the day that you're going to serve then the chicken stock you can reserve and cook all your other rest of the reunion dishes or even if you do it for your steamboat strain the stock use that as a base for your steamboat so you're saying that the cold needs the chicken keep in the fridge for cold in cold you don't cut it up then you only cut it up on the actual day because once you chew the chicken overnight the meat is firm more firm so it's easier to cut also because for some people if you're not used to chopping up the chicken is still lukewarm then you cut it when it's cold it's firm it's easier to handle so you're making it hot so you're making it hot sirf cold so you're making it hot so you're making it and it becomes room temperature it's ok it's ok it's ok after you chop you can put it in the fridge and then wait for service but no lady i don't like it's a nice cold one it's so funny but room can but can also no problem but that's what most of the chicken rice stores are doing they push your chicken into the soup and ice cold water so the the meat juices inside the meat jellified up then you create a layer of jelly between and the skin and the skin so that adds on to the mouth feel yeah so this is our two dishes for today okay we let the camera take a picture first yeah and some of the kitchen too yeah and some of the kitchen too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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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quilli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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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在最終的日期的 好的 各位观看家庭 感谢您的时间 感谢您的收看 保持在视频上 然后再加上的预备 我们再见到你再次 在三个星期的 Januar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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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